大家好,欢迎来到Mats学院 上几课呢,我们已经学到了这个PRP变量的一个声明以及使用 那接着我们知道变量是来保存值的 那都可以保存哪些类型的值 这就是这几课我们要学的 PRP中支持的数据类型 首先来看一下 在PRP中我们支持八种主要数据类型 和三种伪类型的一个形式 八种主要数据类型 和三种伪类型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看八种主要数据类型 分为以下三大类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标量类型 那标量类型呢,它只能存储单一数据 那第二大类呢,就是我们的符合类型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特殊类型 分为这三大类 那首先我们一类一类看 在第一类中,标量类型中 又分为以下四个小类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整形 那整形呢,你可以通过Anti代表整形 或者是Integer 还有什么呀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辅典类型 辅典类型 可以通过Float 或者是Double 双进度辅典 或者是Real 实数 代表辅典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布尔类型 布尔类型你可以通过布尔 或者是布尔来代表布尔类型 第四个就是我们的字符串类型 可以通过Stream代表字符串 那首先呢,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 先看我们这个整形 整形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写 像我们写过123 对吧,我的年龄12 这都是一个整形 或者负的123 这都代表整形 那我们写的呢,都是一个实进制的 还可以写哪些数值呢 可以写8进制的数 16进制的 10进制的 包括16进制的 这都代表我们的整形 那接着我们也要知道整形的一个存储范围 整形的存储范围呢 代符号的 负的21亿 几个大概的范围就可以 到正的21亿之间 那无符号的呢 那就是0到42亿 0到42亿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还要需要知道一个 既然有存储范围了 那我们现在说 两个整形相加 一定等于整形吗 不一定 因为超过了整形的存储范围 会产生一种现象 叫做溢出的现象 超过整形 存储范围 会产生溢出的现象 什么意思呢 就拿我们说 拿一个一升的杯子 你要装十升的水 那肯定装不下呀 水就往外冒了 对吧 那既然你想装下十升的水 你只能拿一个更大的容器 来装就可以 那之后呢 就会拿我们的浮点类型 那浮点类型呢 首先要知道 它的存储范围呢 比整形要大 那别着急 首先我们先来写几个整形 来看一下 来个例子 哇 小号研3 我们来声明一个整形 整形变量 首先呢 写成一个$NT等一个1 这不用说 echo一下$NT 你会看到一个1 那再写一个$NT等一个负的12 同样的负数 也代表是我们的整形 再往下 再写一个NT等一个 8进值的数 0x123 接着echo一下$NT 首先一会儿你看一下 是不是你想要的一个值 $NT等一个0x 这代表一个16进值的数 16进值 这是8进值 好 再往下来看一下 运行一下这个例子 首先1-12这不用说 那接着再看 当你写了一个8进值数的时候 显示的是一个291 那再记住 在显示的时候 都是把这个8进值 转换成10进值 显示的都是一个10进值的数字 同样的 你看到16进值的 0x4个f 转换成10进值 是我们的6535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现在你看到的这些值 都代表是整形 对吧 但是不能说光看到 我们如何来得到一个变量的类型 如何得到变量的类型 我们就可以通过打印 我们就可以通过打印变量的详细信息 可以通过一个函数 在这来写常用函数 第一个 也可以一次打印一个也可以一次打印多个 这样的形式 这样的形式 中这个0是变量的值 这一点需要知道 那看到int了 证明是整形 没问题 再往下来看看第二个类型 辅典类型 那辅典类型呢其实我们也比较简单 用float代表辅典 double呢代表双净度辅典 real呢代表实数 那不管是什么样类型的 首先辅典类型 是带有小数的 带有小数点 或者是科学技术法的写法 就是带有E或者大E E或者大E 这都代表科学技术法的一个写法 那接着我们也知道 辅典类型的存储范围比整形要大 1.81308四方 但是呢也需要知道一个问题 它的存储范围呢 它的也和我们的平台有关 和平台有关 所以说你知道它的存储范围比整形大就可以 那接着我们再来一个辅典类型的例子 在这来写 定一个dollar float 等一个1.2 这就代表是一个辅典类型 那接着我就可以直接来打印一下 dollar float 你没看到 辅典类型的1.2 没问题 float的1.2 再写一个dollar float 等一个2.1.3 它代表什么呀 代表2乘以10的三次方 同样的再写一个float 1等于2.3.1 负2 这样也可以 这代表3乘以10的负2次方 我们来打印一下这个变量的详细信息 你可以一次打印一个 也可以一次打印多个 来看一下是不是你想得到的float的2000 float的0.03 这也是辅典数 你用小E或者用大E都可以 写成一个3E3 再打印一下把它也加进来 dollar float的2 你会看到float的3000 证明是一个辅典数 没有问题 再往下看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布尔类型 布尔类型的比较简单 它只有两个字 要么是真 要么是假 真 或假 可以通过处代表真 或者是小写的处都可以 那甲呢 我们就通过 false 或者是小写的false 它们两个是一样的 布尔类型只有两个 对吧 像你结婚了吗 结了 要么没结 要么是真 要么是假 我们可以来写一个简单的例子 这是浮点类型的 再来一个布尔类型 写成一个dollar float等于一个处 dollar float1等于一个false 你小写大写都无所谓 等于大写处 dollar float2等于一个大写false 好 我们一次来打印这四个变量的类型 dollars 布尔 布尔 布尔1 布尔2 还有一个布尔3 要不就覆盖了 把它变成3 你会看到 后面这是打印布尔类型形成的效果 布尔的true false true false 比较简单 再往下看最麻烦的就是我们的字符串类型 字符串类型 首先呢 字符串 我们都需要把值写到我们的定界符里 定界符 那常用的定界符有哪些呢 首先第一个单引号 双引号 双引号 还有我们的here doc 大文本 包括no doc 这么几个 这是我们常用的定界符 那首先先来简单看一个 我们来定一个字符串 我可以写一个dollar string 等一个什么呢 等一个math学院 好 首先我来打印一下这个变量的类型 dollar string 你看到我选择的定界符是单引号 不论是单引号也好 双引号也好 你必须要来我们的定界符 但是记住不要直接把它写到这 虽说呢 你来运行 可能不会报错 但是呢 看到这个字不认识 字不认识没办 没有关系 还记得上解课 如何来解决中文乱码的问题吗 对 写的是一个hider condent-type text html xsite utf-8 再打印 你看到 string 12 math学院 接着第一个问题 你写了四个字 看到这是打印一个字符串的效果 拿过来 把它加上引号 不要这么去写 一定要放在定界符里 接着你看到在这 string是这个变量的类型 括号中的12 代表的是这个字符串的长度 接着 引号之间是我的内容 你写了math学院 它的长度为12 这一点需要知道 首先中文 在utf-8下 一个是占三个长度 一个中文占三个长度 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第二个 我们再来不写中文的 写上一个 dollar string 等于一个mathedu 同样也是我们math学院 来打印一下 你看到 这次我们换一个 双眼号 math dollar string 这次呢 就是得到的长度 包括我的类型了 少加分号 好 当你看到这样一个错误的时候 打过来 这是我们见到第二个错误 错误见的多了 大家成长的就快 你看到 你看到 看到这样错误的时候 首先这叫做一个解析错误 解析错误 解析错误中的什么错误呢 语法错误 这一点 这一点 这一点需要注意 简单的我们又来定义了这样一个 string math 打印一下 你看到 string的5 math 没问题 这只是比较简单的形式 那一会儿呢 我们再详细的来剖析这个字符串 字符串呢 也是我们最麻烦的 接着再往下 先把其他的几个写圈 之后再回过头来看这个字符串啊 第三个 符合类型 符合类型中又分为两组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数组 可以通过array替代 代表一个数组 那再往下呢 还有一个对象 object 代表对象 接着我们来看一个数组和对象的 简单的先看一下 因为之后呢 我们会有大量的时间来学习我们的数组 包括对象 先来看一个这个类型 来个数组的 首先呢 我声明一个数组 最简单的形式 通过array的形式 来声明这样一个数组 那这就是一个空数组 我想得到它的类型的时候 只能挖蛋白一下一个变量 就能看到这是一个数组 来刷新 array 其他的不用管 你看到array的时候 证明是一个数组 没问题 接着再来看一个对象的 写成一个 dollars object 等于new一个std 这也是new了一个系统类 先来打印一下 先看一个这个类型就可以 之后呢 我们会来学 你看到 object 证明是一个对象 object 没问题 这是我们的复合类型中的两种 再往下看 还有一个特殊类型 特殊类型中第一个资源 可以通过resource 代表资源 第二个还有一个空 可以通过not 来代表我们的空 小写的not 或者大写的not 都可以代表空 那接着先看一个资源 首先什么是资源呢 资源呢 是一种特殊的值 我们不可以通过 直接来操控这个资源 只能通过我们一些系统函数 来操纵这个相应的一个资源 首先来看一个 我们来写一个 dollarshandler 等于fopen一下 test 小写2.plp 那我这样呢 fopen代表打开一个文件 以什么方式打开呢 读的方式 接着它返回的就是一个文件巨饼 就是一个资源 你只能通过专门的函数 来操纵我们的资源 首先先看到 resource of type stream 其他的不用管 看到resource 你知道这是一个资源 没问题 好第二个 我们再来看一个空的例子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这个空 首先空呢 可以有三种类型 会转换成空 第一个 卫生名的变量 变量 之为now 第二个 声名变量 并且复值为now 并且复值为now 同样的也可以 第三个是经过 onset函数 注销过的变量 这样的一个形式 这三种呢 都为我们的now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个空的例子 首先直接挖dump一下 dollars key 没有这个变量 但是呢 我们plp是弱类型语言 即使没有这个变量呢 你来看 也可以直接来使用 只不过他的打印的值是一个now 你看到 now 那再往下 我们可以来声明一个变量 并且复值为now 大写小写都可以 挖dump一下 dollarsnow 结果还是now 好 那第三个还可以写成一个变量 dollarstest等一个123 接着我onset一下这个变量 释放一下 注销一下 再来打印这个变量 还是一个now 这三种形式会是空 没问题 这三种形式呢 大家要记住 好 接着再往下来 你看到我们这个主要的八种数据类型 我们都介绍完了 那除了这个字符串这一块 我们没有说完之后 其他的这些类型呢 都带着你来测验了一下 接着再看 还有这个三种的尾类型 三种尾类型呢 首先呢 尾类型这一块呢 我们在后面到函数的时候 再来说到 它是可以来告诉一下 我们函数能接收哪些类型的一个参数 首先先简单了解一下 在尾类型中呢 有这样三类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数值型 number 它可以接收我们的整数和浮点数 那第二个呢 是我们的混合类型 mixed 代表混合类型 可以接收不同显示的一个参数 第三种呢 就是我们的回调函数 callback 这个呢 等以后再讲函数参数这一块的时候 我们再来说 这是我们的尾类型 好 那这节课呢 主要就介绍了一下 我们这个 pvp中支持的一个数据类型 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一块看一下就可以 那下节课呢 我们来把sivtry的一块来说完 咱们 咱们 课 咱们 课